新闻一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截至今天凌晨 西马半岛大水灾夺走了14条人命 其中在重灾区水兰额沙亚南 当时在发现两具遗体 目前累计9人罹难 截至今早还有多个地方 积水没有完全消退 许多民众的房子汽车泡在水中 沙亚南警局主任巴哈鲁丁证时 9名死者当中包括3名女性 多人的身份有待确定 而已经确定的5名死者中 4名是我国公民 另外1人是印度国籍 水州消整局主任诺阿湛解释 由于积水下危机四伏 例如浸泡水中的轿车家具 消防栓 树枝等杂物 加上其他救援船只来回穿梭 都加剧了救援的难度 往往需要耗费半个小时到40分钟 才能抵达目的地 加上夜间没有灯光 有蛇出没等等风险 不过目前救援工作 没有遭遇不幸意外 没有遭遇不幸意外 感谢观看